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放掌 资门重行路 倾诉资行第一 请大家翻开三十九页 从第四行 挥礼木画 这个名题看起 挥礼木画 则出院 一声曰 词不足尽 尽之则缺众生福田 挥礼木画 虽其人自负过千 而众生缚破坚死财之意 似身假佛为名以迎身 佛何曾为此辈出一近约夫 到这里是一段 这个云七 申约 这个云七就是云七三 就是我们镜中八祖 廉此大师的稻草 他那个丛林 的规矩 申约就是公约 申纵就在一起 大家共同遵守的约定 我们现在讲规则 规矩 那么有一条是挥礼木画 则出院 挥礼就是说 你去木款 去画园 是不合理的 这个廉此大师那边 他这个木款 画园 要有他的正当性 他的理由 如果是常驻公开对大众募款画园 那这个在道场里面 算是有正当性的理由 如果个人自己去给人家画园 那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叫挥礼木画 你个人去拉信徒 然后向信徒募款 向他画园 那画园也没有归藏处 就是自己私人去用 这个就是挥礼木画 他这个规矩很严格 出院 出院就先担赶出去 他不是只有告诫而已 就是要出院 有一个出家人 他就提出来 他就提出来 约就是说 辞不足尽 他说这个不应该去禁止 不应该去禁止这个僧人 挥礼木画 当然挥礼木画这个范围也很广 如果比较小范围来讲就是这个道场 如果大的范围 那就是整个佛教 这个不是正当性的木画 这个就不可以 那这个僧人讲他说 为什么不要去禁止呢 下面是他讲的理由 禁之则缺众生福田 如果你禁止了 那这些众生人家要来种福田 他的机会就减少了 甚至他没机会来种福了 那等于是说 把这些众生种福的机会 给他挡住了 那下面呢 这个僧人继续讲 这个挥礼木画 挥礼木画就是说 他不合理去给人家募款发言 虽其人致富过千 虽然他自己个人要背这个罪过 过千就是罪过 因果他自己 我们现在讲因果致富 他自己要负责那个因果 你给人家发言 那人家这个居士供养你 那你跟他的关系 因果关系 如果你是挥礼向他木画 那你等于是欠那个监款的这个信状 那他因果他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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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帮助众生破除这个 监令死财这个利益 他得到这个利益 他这样听起来也没错 那如果你不给他这个机会 那众生就他没有办法破这个 监令 死财的这种功德利益 似身假佛为名以迎生 这个似身就是世俗 这些不如法的僧人 假借佛的名义 那实际上是 他自己拿去用 这个我们现在讲 把这个佛教当作他一个职业 盈生就当作一个职业 甚至有的当商业 在经营 在这个当中 得到这些钱财 他来过滤子 佛何曾为此被出一禁约乎 那说佛在这个戒经上 也没有出一条禁约 没有说不可以 不可以非礼目化 佛没有这一条 那这个僧人就讲出这个理由 那下面就是连子大师的回答 遗连子大师就回答说 你讲的话是很好 没错 但是你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 只知道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你就不知道了 非礼目化者满阴媚果 失则知之 因而退心 后遂不失 那非礼目化呢 就是说不合理的木管化缘 满阴媚果 那这个因果啊 他就糊涂了 不明了了 满阴媚果 那失则知之 如果你做得不如法 满阴媚果 比如说你给人家化言说 我这个钱要去盖大殿 但是 实际上没有 你自己拿去用 这个就满阴啊 满骗这个信众啊 媚果啊 那不知道将来 这个是有果报的 你要还债的 你欺骗信众啊 如果这个不失的人知道了 因而退心 后遂不失 这个如果知道 他还会继续布施嘛 不会啦 那现在呢 在台湾大陆 在香港 我们都碰到过 很多假的出家人 他也穿着 身服 甚至穿那个百纳衣 就向人家要钱 那不知道的人 那给他呢 后来知道了 后来知道了 他不会再给了 知道了他不是真正的出家人 穿着这个出家人的衣服 剃个光头 然后就给人家化缘 那不知道的会给他呢 知道了就不会再给了 后遂不失啦 那后来他人家就不敢布施啦 安在其能破坚也啊 那这样怎么能够帮助 信众来破除这个坚贪呢 看到这个 佛门都是不如法 算了 不要不输啦 还是自己留着吧 那这样怎么能帮助他 破除这个坚令的烦恼呢 佛世有诸弟子自远于归 所过聚落 望而必乎 这个佛在世那个时候啊 有一些佛弟子啊 从远方去旅游归来 那所经过的俱落啊 看到出家人来了 赶快门关起来 那为什么 门赶快关起来呢 看到出家人来就怕了 赶快关起来 问故 则未生之目化也 问了什么缘故啊 你们怎么看到出家人来 门就赶快关起来 问这些 村子里面的人啊 他们就说了 我们怕那些僧人啊 来给我们募款化缘啊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家 出家出家在家都有 到处给人家发缘 重难做好事啊 也不能去 一直去找人家发缘 因为你会造成他们的压力 所以早年我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德务馆 那个时候我做当家 也负责印经 这些负责的项目啊 可以说没有人啊 什么事都要去负责 有一次啊 一个机事来 有误导法师啊 那图书馆什么时候印经啊 如果要印经啊 你打个电话给我 这个 我来发行随喜 来通知我 后来我们师傅上人 也常常印经嘛 都叫我去找印刷厂来估价 印一万本一本多少钱 那我就想到某某机事这个 说啦他 我们有印经啊要通知他 我就准备打电话 那还没有打呢 我们师傅在旁边看到 说你打电话给谁啊 我说报告师傅吧 我问我几次啊 他说我们图书馆有印经啊 要打电话通知他 他要来随喜 我们师傅当时听到我这么一讲 他就给我讲 你要向人家讨债啊 我听了认了一下 这什么是讨债呢 这个是他自己要发心的啊 也不是我主动去给他募管说 我们什么时候印经啊 请你发心发心啊 我没有主动是他自己主动讲的啊 那我就给师傅讲了 是他自己说叫我通知他啦 那我们师傅就要分析了 他说他给你讲啊 到现在已经过一段时间了 那可能是当时他给你讲啊 他有这个预算 有一笔钱要来随喜的 那现在呢 他那个钱还在不在呢 你知道吗 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啦 如果经过这一段时间 他原来要随喜印经那个钱 有其他的事情他先用到其他地方去了 那他这个钱就没有啦 那么你现在打电话给他 他之前又是他自己讲的 那他如果那个钱不在啦 债还好不在呢 那他是不是要去给人家借钱啊 是不是给他压力呢 你这个不是讨债是什么呢 我才访然他 那就感恩十五开始啦 就不打啦 电话就不打 如果你来啊 主动拿来再说啦 所以连他自己给我们讲的 我们都要考量他对方 他的经济状况 如果我们对他不是很了解 不能主动去通知他 通知他呢 说你像讨债一样 如果你对对方的经济状况很清楚 那个是可以的 那像我们牢上 对他这个不画小言的 这些比较有钱的 他的基视信众啊 他会去给他提一提 那对他很了解 那个都很熟悉啦 如果我们 对他不了解 不是很熟悉啊 这的确要考量到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 非礼木化啦 这个 的确啊 有时候给人家化炎 的确会造成人家压力 人家看到你来就怕了 又要来化炎了 因你伯佛 佛乃种种苛者 何言其不敬曰也 甚至在啊 那这个人家就去跟佛陀报告啦 说我们的出家人啊 经过某一些村子啊 人家门都关起来啦 不敢开门啊 怕这个出家人去化炎啦 那佛呢 那佛呢那就 教诫这些弟子啦 也就不准啊 去给这些 在家居士啊 造成他们的困扰 造成他们的压力 所以 这里廉子大师他举出 说 佛在经上也有讲这个啊 那怎么说佛没有禁约呢 我还是有禁啊 所以圣之灾啊 这个要谨慎啊 所以木管化炎这个要谨慎 这个都有因果的啦 这个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出家人啊 实在讲 够用就好 特别我们盖试验啊 我的原则啊 也就是说 都是 依照老和尚他 的做法啦 就是说我们有 多少能力啊 我们 做多少事情 如果超过我们这个能力 那你这个 盖的试验啊 那很多钱啊 到时候啊 你要去向人家化炎 那就很苦 那你等于负债啦 你负债 甚至有那个债啊 留给徒弟 或者是说你这边要盖个试验 那徒弟大家分摊 每个人负责多少 你去募 你去募 这个现在试验很多这样的 你负责多少 你去募款 那他就有压力了 他就没有心在修行办道了 一天到晚忙这个 去跟这个信徒应酬 你这募款就要跟人家应酬啊 甚至有 在我们台湾 我也听说过 有一些法师啊 人家借钱啊 借到跑路了 附债啊 还不起啊 要跑啊 那时候在家人说这个 以前说银行跑三点半的 那些出家人也在跑三点半 那就 人家看笑话啦 这个是 这个叫非礼募化啦 这个就不合理了 不合理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务实的 来做 那你去人家募款 那你就看人家脸色啦 看信众的脸色啦 那实在讲我们出家人啊 你何必盖那么豪华庄严的道场呢 花那么多钱 你有那个能力 有那个议算 那是可以 没有我们就不要勉强 勉强就攀岩 就不是损岩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双溪这个 三个地方都在申请宗教用地 我的做法也是水盐 那大碑这边 这个 比较快一点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扁建 是一个建地 就省掉这些 申请变更地木的这个 手续啦 就会比较快 那地方也不是很大 我们现在有一些钱啊 大概盖了那个地方 应该还可以 那小竹这边呢 我们就看樱莲啦 因为现在 这个 这个 手续上啊 还是有一些单割 看以后的音源 如果 这个 这个 我们现前这个 两栋农舍啊 如果能够维持啊 也 也 不错啦 也很好 那如果有这个财力 再计划 去盖 三下也是一样 总是啊 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啊 不能把这个 债务 留给 你们啊 这个是我们老上 他一个 做法 所以我们自己要 做一个 有 自己有把握的事情啊 不要做一个没有把握的事情 现在 我要盖的多大 多大 能够 能够住多少人 多少人 盖的多漂亮 多庄严 然后找人家去化圆 那很苦 看人家脸色啊 人家给就给 不给就不给 给了欠他一个人情 不给 那你 盖下去啦 你怎么办 是不是大家压力就来了 所以这个要慎重考虑啊 那出家修论 越简单越好 你看海鲜楼上 一生不麻烦的 我出家人的榜样啊 自己的衣服自己缝红补补自己洗 自己种地种菜 不麻烦 你看他走的都很萧少 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榜样啊 要学习 要效法 那我很早跟大家讲过啦 我现在用不到道场 这个是实话啦 大家 一定要认识啊 这个 岁月不饶人啊 年纪大就是大啦 不是讲讲几句啊 祝福的话啦 那这样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啦 不是讲几句啊 你光寿无量啊 在娑婆世界没有光寿无量啊 极乐世界才有 如果这边就有光寿无量 我们也就不用花艳往生西方啦 就在这里就好啦 我们要面对这个事实 所以这个道场啊 我一再地跟大家声明啊 为你们后续啊 年轻出家人来建立的 帮助你们修行的 修行修福 持戒修福 帮助你们这些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